我如果希望怎麼樣一鍵完成 比如說你前面資料改了之後 你希望一鍵按下去自動全部完成 一鍵清除 這應該沒問題 可是呢如果說我之前做的啦 反正這應該前面都做過了 那其實我只要寫一個回圈 再加五個欄位的輸出 所以基本上就是回圈兩行 然後五個欄位就七行嘛 那只是說今天這個地方做法又更簡單 為什麼 因為如果我全部都用名稱的話 你基本上喔 程式不用改任何裡面的公式 任何一個地方 不用I 因為之前我們講過 如果你要把一個公式 從VBA丟到儲存格的話 需要注意兩件事 第一個就是如果裡面有變動的資料的話 那你要把它改成I 可是你會發現現在有變動嗎 完全不會動耶 有沒有 完全一模一樣 所以第一個I不用改 第二個如果裡面有雙引號的話 要把它一個變兩個 裡面有雙引號嗎 也沒有 所以基本上喔 這個地方就變得很簡單 清楚應該很簡單 清楚沒問題 輸出的話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程式裡面的話 其實只要寫怎麼樣呢 第一個 我剛剛那個是計算 forI等於第四列到最下面一列 這個應該沒問題啦 然後next 那我要輸出到哪一欄呢 輸出到D欄 把公式貼過來 所以特別注意喔 我本來上面清楚寫完之後 原來這個 其實可以完完全全不要做任何事情 你只要從這邊把公式複製 取消一下 然後呢貼到這個 這個後面就可以了 直接貼上喔 然後面都一樣貼 完全不需要改 就可以了 你會發現喔 也就是以前你們學過的 如果要一件輸出所有的公式 這樣子最簡單 而且一定不會錯 另外呢 輸出的東西也是會有意義的 所以說真的啦 好處實在太多了 所以VBA結合名稱定義 這個是絕對非常必要的 而且這個也是一般蘇聯沒有提到的 這個也是我這幾年來的一個心得 後來發現其實喔 如果你VBA要直接輸出最簡單的話 這一招就好了 OK 所以基本上的話呢 我們直接把它清除 清除應該沒問題 輸出也沒問題 不過前提特別是 一定全部都要用名稱 但是我好像我記得我之前 這個地方 我的講義裡面 業績本來是用那個C 好像是用C4吧 這樣子 但後來我把它全部改 因為後來我發現 如果這邊改C4的話 是也OK 但是問題 如果你把這個C4貼到那個VBA裡面的話 對你要改這個 對不對 後來這個地方後來我又把它修正 所以這邊後來我把它改成 也一樣用名稱F3 直接乾脆呢 要做就做全部好了 這個改了 OK 所以你們看舊的講義好像是用C4吧 還有這邊也有改 本來這邊好像是用那個這個吧 G4 可是問題也要再改 所以乾脆呢 我就一不做二不修 全部改了 這樣的話呢 就非常的感覺 哇這太好了 這樣的話 以後要一件輸出 就會非常的簡單 這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那可能順便延伸性講一下 就是說 剛剛有講過就是 比如說我今天呢 輸入它的古數 我希望能夠怎麼樣 輸入它的業績 自動幫我後面五個欄位 全部帶出來 假設我今天喔 它的業績 我現在呢 假設空白好了 那我希望業績刪掉 自動如果輸入它的業績之後 後面的資料我也不要再重新輸入了 而會自動帶出後面的五個欄位 這要怎麼做 所以這後面待會會再講就是 在檢視與參照後面這邊喔 這剛剛的喔 然後呢 輸入業績之後 自動幫我把後面的五個欄位帶出 那不是剛剛講過了吧 這次我想請各位試一下 輸入業績 那關鍵點還是在找到這個工作表物件 當它做什麼呢 當它Change的時候 然後做一些事情 待會我們再來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 好 試一下 VBA用名稱的話 其實簡單很多啦 那因為我發現喔 很多同學 真的VBA 他之後會做 但是很容易做錯耶 寫程式的時候要改那個 我剛剛講改個I 就容易做錯 所以以後如果你擔心會有 VBA做錯的問題發生的話 乾脆以後用名稱 你的VBA 第一個好理解 第二個貼唱就好了 不用改了 不用改的好處就是 也不容易寫錯啦 如果這樣還寫錯的話 那真的 真的就沒話講了 所以 再不然你就拿我的當飯本啦 以後用飯本來做就好了 所以特別就是 今天最重要的就是 把名稱的部分 一定要熟練 以前你可能沒有用名稱的 請注意 回去 我想你工作裡面 Excel裡面 絕對有一堆東西 都可以變成名稱的 那你把它練熟之後 再去加上VBA 以後你要馬上變出VBA 就會非常的簡單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 提供你會參考 再來程式也不容易寫錯啦 不容易寫錯 你以後維護也變簡單了 因為不太需要做什麼維護了 好 好 謝謝你